台南市議會今天上午召開第二屆第一次定期大會公務委員會 因為受到綠營議員杯葛不禁議會 市府官員也是遵照辦理不禁議會 讓整個審議委員會由10點拖到11點才開始 會中由五黨籍市議員莊玉珠擔任主席 參加會議有陳超來、陳特青、洪玉鳳、林慶正等議員 不過民進黨籍議員吳通龍也突然到場參加開會 讓所有的議員對他肅然起敬 為了八成的抗貨 八成的委屈 什麼委屈 委屈就是因為補償金的問題 建築物補償金的問題 什麼建築物補償金 就是說我們公共工程需要地方的脫貸 地方的脫貸是不是被徵收了 他已經有第三屋 第三屋當中 我們政府有一個 只要通知地上屋的 用戶自然拆遷 自己拆遷有一個補償金 自己補償金 他設了一個門檻說一定要有文派付 但是 這裡面有矛盾的地方就是說 地上屋 包括違章建築物 都可以申請文派付 那你違章建築物你都可以補償金 包括自行拆遷都有補償金 那你為什麼就像我們一般的牧場 牧場就是說地上雞場 它根本都沒有文派付 它只有地段的地號 對不對 那有一些老百姓也不知道 說沒有文派付 就沒有補償金 所以說這個問題 我今天特地來 我們公務委員會裡面提案 希望能夠各位委員能夠支持 面對建議會有莫大的壓力 吳通榮說 為了百姓的福祉 不得不建議會 大民進黨團曾經開記者會 質疑這個會議的合法性 吳通榮說 你不承認這個會 你說所有的疏忽要怎麼去推展 那老百姓的苦是政府知道嗎 所以說我認為還是要 盡視來解決這個辦法 因為老百姓很多事情 需要我們議會支持通過來 市政府推動 所以你今天來提案就是 你就是有承認 這個會是合法的 當然也不是什麼合法不合法 議會就是照常運作 我相信也不是什麼不合法 但是當然是說 我們在兩黨當中裡面 有一些糾葛不清 因為我是一個民進黨黨團的成員 吳通榮說 議會開會沒有什麼合不合法 議會就是照常運作 他個人相信 議會開會是合法的 但是在兩黨當中 有些糾葛不清 身為民進黨團成員 他不便多談 但他希望 只要是老百姓需要的事情 就一不容辭的進議會 為老百姓發聲 對於吳通榮進議會開會 幽川文可能會遭到黨紀處分 吳通榮說他沒聽過 應該只是勸導黨內議員不要開會 因此他在公務委員會中也沒簽到 只是當提案人來說明提案經過而已 記者黃俊淮 林志德才能報導 既然 gloss一 speaking 就記者隱 environmentally善碩 在國際上面也有些 einfach 發瘋化 好像沒法 基本的成員 替代 於是 感谢观看